網上視頻顯示 唐山市民張榮被多名警察強制拉上車帶走 日前高新區公安分局已對張榮發出了逮捕通知書 張榮的兒子7月2號在網上發布聲明說 6月30號下午 他的母親被唐山高新區刑偵大隊 以尋釁滋事的名義帶走 現已移交唐山第一看守所 張榮的手機號也被公安註銷 現在具體情況不得而知 全狀況實在是不樂觀 我在這個路上走了二、三十年了 因為管廠可以說 遊圈、不幹壞事的都很少 不但問題解決不了 遭受打壓的人大面積存在 可以說在上訪過程中 沒被拘留、判刑、老蕭的人很少 全國網民大家好 我叫張榮 張榮今年52歲 是唐山高新區一家養老院的負責人 16年來 他遭到黑惡勢力與背後保護傘的迫害 養老院被打砸、被迫關停 進京上訪被強制押回 並被以密接人員為由軟禁11天 期間遭到迫害、緊追遭重創 他多次實名舉報並控告高新區公安分局 和沁南街道派出所押案不辦、不讓上訪 但都得不到回應 張榮表示 他會堅持控告下去 在中共的統治下面 所謂的信法條例、信法政策 它都是一個陷阱 表面上是說60天之內解決問題啊 走正常的司法途徑啊 什麼信法啊 他們挖了一個陷阱來殘害你 你想想看 法律上都不能解決這問題 信法怎麼能解決呢?他們都不跟你講法了 據《民生觀察》報導 唐山民間爆發實名舉報熱潮後 唐山當局動用黑社會人員 對實名舉報者打擊報復 威脅恐嚇 一些舉報人員被拘留 也有一些被約談 要求將舉報視頻下架 新唐人記者陳傑、李珊珊、周天採訪報導